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很难得的机会能够在修行的道场 大家能够共聚一堂 今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首先要感谢天人士德 感谢我们大德老千人空有真理的引力 感谢我们天人的慈悲 感谢我们各位田专师的付出 我们各位前选大家的付词 我们大家有志一同 大家都愿意为自己的生命 自己的灵性的成长来加一把劲 所以我们才选择了 在这么美好的假日 快乐的周末 我们相聚共同来让我们心灵的资粮有所挣扎 透过眼耳鼻舌生意 透过我们眼睛来看 透过耳朵来听真理 透过眼睛来看庄严的道场 透过我们大家共同相聚在一起 成为在修行当中 我们大家共同的良知益友 那么候选今天要跟大家共同来学习 靠靠的题目呢 是成的之方 那这个我们能够在道场来学习啊 是为了生命在未来 让我们的内心能更充实 这个是有必要的 因为我们在积累 我们在积累什么呢 积累我们的岁数啦 一年不如一年 一年年纪一年一年大 我们在积累我们的财富 我们在积累我们在银行里面 有更多的数字 这些事我们都很关心 也好我们生活面呢 对我们呢 紧追着我们 逼着我们呢 不得不去关心的 那有多少人愿意呢 拿出一点时间来积累 那么心灵层面的智慧呢 积累我们内心里面的真功史善呢 这个只有我们在接近道场 在浅显的引领之下 在前辈的大德敦话之下呢 我们才更有机会 所以呢 今天透过我们和善道场的联合 大家共同都互相的 在前辈的引领之下呢 我们来透过耳朵的聆听 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呢 有一点点的积累 也就是积累我们的内在的内德啦 那么这个题目呢称为积德之邦 就是积累钱财呢 大家很认真 也用人的一生当中 大部分的经历呢 在上面 好 那在生存在现今的社会呢 大家也不得不被这社会的环境 为了生活的逼迫呢 大家不得不积累 如果不积累的话呢 我们就不能够享受更好的生活 那积德之邦 就需要透过在修道的领域 透过前辈的经验的传递啦 所以呢 积累这个德行呢 对我们一生来说呢 很少人来关心 各位今天愿意来 充实这样的课程呢 对我们 同样是人来说呢 我们是一个上达之人 就是通往上面的路 通往那个清静的路 通往那个天堂的路 那所以呢 每一个礼拜 一天有七天 七天当中有一天呢 要礼拜天 有一天呢 就是要礼拜你的天性 要来看重我们的生命 那通常来讲 在人生的当中 一生当中 各有不同的际遇 所以呢 生命呢 可以透过我们自己的改造 那如何来改造呢 那么古人就说啦 说一命二运三风水 第四个是什么呢 世纪德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谈这个世纪德 第五呢 五书 六明七下八进神 九交贵乃十养生 这个呢 这个就是我们在学道当中呢 可以帮助我们生命 不断的在进化 不断的在提升 那这样的提升呢 这个呢 就是在我们生命呢 在不断的给我们机会 生命是掌握在自己 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可是呢 也有很多地方呢 是由生命当中 不由自己能够做主的地方 所以古人就说啊 命呢 就是指的是宿命 以身俱来的 不能改变的 就是我们身上的基因 也是命 我们身为前道男士 身为坤道女士 这个也是以身俱来的 这个叫命啊 男人有男人的苦命 女人有女人呢 他很多必须要去承受的 所以呢 这一切呢 都不由我们来改变 这叫命 那么 我们因为 有一个不能改变的 但是上天也非常的公平 还有一个可以让我们改变的 就是孕啊 透过转变 孕呢 就是可以透过自己的努力 透过知识 透过学习 透过方法 来改变我们 让我们活得更好 那么 这个呢 以身俱来的 透过外在的环境呢 称之为风水 有风有水 有阳载有阴载 这些呢 都是会间接直接的影响到 我们的福报 所以说呢 古人这么说啊 一命二运三风水 那么第四个是 排第四个是读书 这里面有它的顺序的 前后的这个 叫做强度不同 前后的强度不同 那在哪里不同呢 我们来看这个图 我们都是地球上的一份子 天南地北啦 这个有风有水的地方呢 我们所居住的地方都不一样 所以奥克兰的地价 每一个地方的价格也都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叫风水地灵 天地灵 地灵 地灵人节的地方啊 所以呢有林校区啊 有豪宅区啊 有一些是比较平民区啊 这些都有贵贱的差别 所以呢 人也有贵贱的差别 那这贵贱的差别 取决于我们的条件 所以在一命二运三风水的这个 后面有一个最大的取决的因素就是因果 我们过去造什么因 现在得什么果 上辈子造什么因 这辈子得什么生 这个怨不得人的 也不是老因也不公平 那是因为我们明白了 原来生命有那么多复杂的因素组成 那么在这个组成当中呢 我们生存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在阴阳当中 只要是人都在阴阳的相对待当中 好坏是非三恶黑白 都在一切的对待当中 那么在这个生存在人间的每一个人呢 我们活在地球上面呢 第一个就是以身俱来的天赋 这个天赋我们不能够透过说 我们的个别的能力改变的 这个叫宿命 有天命 有阴命 有宿命 那当然我们学得到 以后我们就在不断的努力去做改变啦 这个就是第一个 这个是命 第二个是运 这个运呢 可以透过自己的努力加以改造 第三个是什么呢 风水 风水是阴仔阳仔主线给我们留下来的避应 再来是积德 再来是儒书 读书可以改变我们的未来的前程嘛 然后六名 七相 八剑神 九交贵人 十养神 这一切的后面呢 它都有一个相对的影响 但是效果都不是特别的大 最大的关键在上面 后面有影响 小影响 所以人家说我的命不好 我看到一个取名的 就是帮人家算命的 取名的 我们去请他来帮助我们改变可以吗 以前觉得是可以呢 一般有人是帮人家算命啊 有人是喜欢算命啊 有人曾经算过命啊 有人是被人拿去算命的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 在现今的社会来讲 大部分都被定位为迷信啊 但是这些东西呢 明明当中流传的这么长远下来呢 它确实有它存在的道理 而这个其中呢 很重要的是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 尤其我们今天身为一个修行的修道人 修道人要讲究的是明理正信嘛 那么这个明理正信呢 就是透过理解其中的原理之后 让我们才能够真正彻彻底底的 对自己的生命产生具体的作用 所以呢今天呢这个课题很大 我们把它放小一点 今天我们就专为这个 古人所说的 在这个运行当中 生命不断地在运行 人活着一辈子 这一辈子当中呢 我们要努力的自强不喜 不要想要透过别人的协助 更重要的是透过自己的 愿意呢为自己的生命来负责 要自强不喜 那么要自强不喜的话 就要学习古人所说的君子 要积累丰厚的德行 厚德的话呢才可以承载 一切我们可以面临的 我们可以主导的 所以天地之间的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今天就是自力自强的 愿意看重自己的生命 愿意来改造自己 我们要承载这些德行 所以我们要积累德行 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个积德之方 能够积德它才能够千古万古流方 我们小万古流方过去的古圣先行 他们就是在做这件事 他们的德行非常的丰厚 不会因为时间的改变 不会因为空间的改变 而改变了他们的价值 我们修道就是找到了这个方法 所以我们未来就是透过今生的积德 让我们能够在后人当中 留下那么一点点可以值得 值得让人在茶余饭后人 还拿来说一说的 叫做人死留民 虎死留疲 也是我们存在的价值生命非常的短 占人生的一辈子 几十年就过去了 可是可以创造那无穷的未来 这个生命之外呢 更重要的是那个 可以让我们的灵性提升 到达更清净的乐土的境界 所以我们才要得到嘛 所以我们才要修道嘛 那我们得到修道呢 我们的目的呢 就是不断的在改造 所以我们在基德的方面呢 第一点呢 跟大家分享的是 第一个叫基口德 我们在修行当中呢 在学道当中呢 我们在成就一个有德的君子 一个君子呢 他的特性 他的一个 他的一个行义呢 就是宁可呢 宁可所敬 也不要太过刮躁 虽然自己有很多的 以身俱来的天赋 但是呢 他也懂得一点保守 所以说守着无巧 不会有很多的这些 在处人对应对进对 待人处事当中呢 如果我们这张嘴巴呢 把话说错了的话呢 我们就会招来很多的罪迁 所以这张嘴巴呢 可以说呢 上天给我们这个人的结构当中呢 有这张嘴巴非常的好 可以让我们传达 传递往火 我们所要表达的情感也好 在生活方面呢 可以很方便的在运用 但是也因为这张嘴巴呢 来造下了很多对人生的负面 给自己带来的困扰 所以呢 在这个诸多的修行当中呢 就是说这个嘴巴呢 它很容易制造很多的过失啊 这个造恶当中呢 这个嘴巴就包含了四样 就是奇雨 恶口 两舌 妄言 这四个呢 就会造成了我们嘴巴犯了不应该犯了 所以呢 如果我们犯了这个嘴巴的错误的话呢 就是失恶口德 所以修行呢 我们学到以后呢 就是讲话要特别谨慎 谨言慎行是君子之道 讲话要很谨慎 那很多人是不讲话 难道不讲话 不讲话如果这个要表达的时候呢 他就要很审慎啊 要表达的时候很审慎 所以审慎的表达呢 可以让我们给对方给周边的人呢 带来很好的和谐的关系啦 所以呢 刚刚说的这个奇雨指的就是 在讲话的时候呢 讲违心的话 讲给人家听得不清净的话 其余就是没有真正的事实 讲成人家好像听得会心花怒放一样 这个呢 这个话呢 讲得很蹊跷 那么妄言呢 是讲大话 讲谎话 这些呢 我们 如果我们周边的人 有这样的人的话 最后人家会远离他 因为他嘴巴犯的错 他的口德不熟 所以呢 他就是私德 他就是损德 他就是缺德 所以学到呢 从基础上来说呢 当然不会说呢 我们去恶口骂人啦 恶口就是骂人 就是我们 我们 跟人家 产生争执的时候呢 我们最好懂得 不管是在 这个周边的邻里当中啦 或者是在家里面也好 当有争执的时候呢 我们最好懂得闭嘴最好 当然闭嘴是你自己闭嘴 如果别人叫你闭嘴 你一定心里非常的不舒服 但是你懂得闭嘴的话呢 这个就是能够守住自己的基本的口德 因为你要小心 人在情绪不良的时候 在这个情绪暴怒的时候呢 所说出来的话都不会好听 所以说相骂没有一句好话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避免恶口 那当然啦 我们如果能够随时 把心情调到最佳的状态的话 其实连骂人的这种心思都没有啦 那当然修养好的人呢 他不会去骂人 再来两个就是挑拨离间 挑拨是非 搬弄是非的话 这样的话 很多事情我们听了 就道听如说 这边听了 就把这边的说给那边听 这边说那边说 那边说 说到最后 自己也没有亲自去验证 就是眼睛看到的都不一定是真的 那更何况是我们是听说的 所以呢这个 要说好这个口德的话呢 我们很容易 嘴巴容易拌的这个故事啊 所以呢我们 这个 台湾有一句话 是这么说的 我想林夫人应该听过的话 她 爸爸人家在这里的时候 她说 心坏无人知道 嘴巴最厉害 就是心坏无人知道 嘴巴最厉害 意思说如果我们的内心里面想好想坏 你有什么聪明愚笨没有人知道的 但是呢你嘴巴一说出来 刺伤到人 伤害到人的话呢 让人家夫妻失和 让人家把这个 最后呢 我因为一句话 而挑拨离间的话 造成误解的话 弄得家庭呢 不平静 这种事实的话呢 就是一句话的事情而已 这个嘴巴太厉害了 所以呢 在这张嘴巴呢 就这么容易的造故事 所以我们呢 学道修行呢 就是要谨慎我们的言语 一四一二四二 我们不会呢 在这个中央呢 产生安弄或猜疑 就是说猜想是这样 结果都加上了自己的意思 跟原来的意思都相差很远 所以这个就会造成的 在一些事情上面呢 因为误解而产生了争执 好 那么 在弟子规里面也提到 他说 凡粗言性为先 詐语妄稀可焉 这个就是教我们 待人主事最基础的东西 从小 我们的文化里面就有这一块 就是讲话 我们所说出来的话呢 它一定是真实的 谎话一说出来之后呢 在内心里面就会不安 现在人说谎话 不会不安的话 就是他的天性里面 已经蒙蔽住 已经是扭曲的人性了 所以呢 这个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里面 也有提到说 损者三游 叫有便屁 有善柔 有便利 有便利 就是说讲话呢 专挑好听的话 巧言善变 巧言善变就是 不管我是对我是错 只要是跟我 谈论起来的话 跟那个很会讲话的人 我们都会褪比三次 为什么 跟他在一起讲话 讲不过他 有理也讲到没有理去啦 这个什么道理 就是因为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在积累 积累什么 各位我们积累我们的青春 就变成了慢慢的就是 变成了岁月 对对对 我们的生命岁月的人 可以从头发 从我们的 这个这张脸上看得见啊 都很多的成绩啦 都很多的积累啦 那积累了 积累了财富 积累了 我们积累到 我们的德行啊 到最后 给人家贴了一个标签 他是怎么样一个人 七嘴八舌的人 他是一个是非人 他是一个利害人 他是什么人 最后通通会被人家 在无形当中 人前人后 就会被贴标签 这个贴标签的意思是 被人家是认定 把他界定 把他定位为什么样的一个人 所以 盖棺论定 有一句话是这么讲 人死了以后就知道说 他是什么样的结果啦 他这辈子努力的成果是什么 那各位前选 我们今天走在道场里面来修行 我们到最后 给人家 给人家的印象跟概念 我们希望人家是批评的 还是人家在后面是赞美的呢 如果我们做得好 人家就给个赞美 如果我们做得不好的话 人家在后面就会 就会怎样 指指点脸 为什么会指指点脸 因为这叫做生命最后的评价 盖棺论定 所以生命的德行 对我们一生的精灵 是特别特别的 重要的特别 所以 古人说 建卫真物清言 知卫地物清善 就是我们即便是 看到的都不一定是认为是这样 那么 当然不可以随便的 我看到了什么 你看到什么 隐恶扬善的角度来说 要保有人家的尊严来说 我们是不会这么做的 所以呢 第一个 我们今天学到以来 我们就要谨言盛行 当然不可以也有这么一条 那么这个的目的就是要 修养我们的口德 涵养我们的口德 做一个有德之人 最容易最轻易 让人察觉的第一点就是 讲的话是什么话 所以我们说话 说一句话 一说一年 说十年 说一百年 这一百年来 最后人家会为我们定义些什么呢 所以呢 这个在孔老夫子说了一句话 他说 君子疾莫似而名不称言 他说一个有涵养有修行的人啊 他所担心的是什么呢 他在离开了这人世间以后呢 他的名声啊 没有留下好名声 他的这个名声 当然这个名声是假的吗 是假的是人家 他会 这个人呢 他是 他是不是真的德性很好 真的德性很好 他真的修得很好 那就是民主相识 他的名声跟他的事实是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今天学到就是学到 让我们很真实的 我们的内心是很踏实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可以帮助我们来提醒自己 我们走进道场 我们今天在道场学习的每一个客人呢 都是不断的在提醒 所以大家回到家中的日常生活 在我们的工作环境中呢 我们去运用 那么经常性的会提醒自己 因为我们有在学习 就有一股声音在呼唤着我们 我们要提醒 所以这是第一个是口德 第二个是信任德 信任德就是说 后学经常比喻说 你家的钥匙 会不会轻易的交代给别人 不会 为什么 因为你怕钥匙交给他 有你家里面的这些 里面的所有好的经理财宝也好 或者你家里面的这个 里面的空间的使用也好 被这个交付钥匙的人 最后给他弄去啦 为什么 因为他得不到你的信任嘛 我们有没有人可以信任说 我把钥匙交给你 我把二字交给你 我把所有东西都交给你 有没有办法这样的人 有 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 那太好了 那过去的一个君王 他把国家交付给他以下 最信的过的成子嘛 那为什么 因为他得到人的信任 所以被信任是一种幸福啊 我们能够 我们今天学了导演说 因为德行的建立 会值得让人家信任啊 有时候我们这边拜托 那边拜托 这边请求 那边请求 没有人敢相信我们 因为刚才说 我们被人家贴标签的 这个人呢 他是是非人 这个人呢 他不想心中 这个人他很多很多的 在后面立刻会想起 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要不要修道 要 要修道 修道最后呢 人人都好 那当一个人人都好 他非常的亲和力很强 在人的内心里面 得到数多人的肯定的时候呢 当然对他来讲是一份的荣耀 当然人与人间要生存在天堂里面的人的话 是没有隔阂的嘛 是可以彼此信任啊 可以交付的 所以呢 这个信任德是 我们如何得到人家的信任 就是我们要真真诚诚恳恳的做的 如果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狡猾 有很多的欺诈 有很多的不实 人跟人之间在一起 古人一句话叫 路遥知玛利是久见人心啊 久而久之他是怎么样一个人 所以人跟人在一起 不好在一起 相处太久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底 肉底啦 肉线啦 不真实啦 那我们想想看 我们走进道场 不管我们过去是什么样的一个习性 有存在多少的习气 但是我们学到以后呢 慢慢就怎么样 懂得我要改 我要修 我要调 修到是什么 修就是调整不正 改变不正的为正 调整自己不正的地方 所以端正自己的思维 端正自己的言行 这就是修啦 那修到最后 从刚开始人家对我们不信任 到最后得到别人的信任 信任太重要了 当我们相信别人的当下 信任是己之诚 我们相信别人是我们自己 有最大的真诚 敌人险阱之诈 当别人呢 他不知道是好人是坏人 我们先怀疑说 哎呀 他不知道按神性 危险 我们家刚刚来了一群朋友 四五个朋友来我家做客 他们一走了以后 我家里面的抽屉的现金五千块不见了 肯定是这五个人其中有一个 对不对 假设发生了这样一个事 假设发生了这样一个事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信任德 信任是己之诚 这个当下你的第一个反应 就是不要胡思乱想 第一个是那不见了就不见了嘛 我们没有看到谁偷 我们先不要想说五个人其中有一个 如果你这么一想的话 五个人通通好人也被坏人了 那当我们在怀疑别人的时候 疑人嫌疾之诈 我们就不是一个好人知道吧 不知道是不是五个其中的一个不知道了 但是当我们想 想那个五个人是其中的一个的时候 我们当下就是一个坏人啦 就是一个欺诈的人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确实的证据啊 你人家没有 而且那五个其中的四个假设没有的话 你就当下就会见怀疑他啦 结果你在看他的时候 他怎么突然家里买冰箱了 马上就想到了你的五千块了 对不对啊 即使他也没有跟你拿啦 结果经过几天之后呢 你儿子回来说呢 爸妈我那五千块我先拿去用啦 这个顺人想到你这一个礼拜来 你怀疑人家的疑人嫌疾之诈 我们是不是一个小人 对 所以从此以后就不怀疑别人了 我说从学到以后就不怀疑别人了 为什么 因为信仁是己之诚 当我们相信别人的那个就是我们生命当中 自我内在的最大的真诚啦 自诚格感自诚物啦 心里面就不为什么卡着说 我想应该是他咧 为什么你每天看到每一个 那个五个人都不自在 你看到那五个人 你先生出了一个怀疑说可能不是啊 我来问他一句 那一天你是不是最后一个走的啊 你这么话一问的时候呢 那个很正常的人看到你很不正常 你看我们把自己搞成了什么样子 这个就是信任德 所以要有信任德就是不要先怀疑别人 事情拿真相来说 有真实的证据我们也要懂得宽恕的那个雅量 如果能够这样的话 就刚刚我们这个摊助说的 家里不要花五千块吗 第三个方便德 方便德就是说 当我们学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要活在天堂 就是要相互帮助 给人方便 给人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 让一下没关系 让人先走 所以在新西兰这个地方 开车看到路人 我们要先让人家方便 因为他很慢很快 开车很快就到家 走路很慢才走过去 所以呢 就让人方便 所以这个是人应该有的基本的那个德行啊 所以这个方便德 包括在周边的这些人呢 见到贫苦清理去多交问讯 这个是诸子自家格言里面的交代子弟 应该要有这样的涵养 所以呢 这个方便德 当我们学到以后呢 我们处处给人家方便 他哪里需要我们帮他一把 我们就补一下 对我们来讲的话呢 我们不会坐在旁边的 事不管自己不劳心 我们周边的每一个人 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大家都是一母之一师之徒 所以当有人需要我们给出的 即使的帮助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伸出援手 这个叫做方便德 这个方便德呢 这个方便德呢 当我们会有方便德的时候呢 这个人会变得比较亲和 比较随和 大家会喜欢跟他在一起 如果我们很孤傲的话呢 那就很少的愿意理我们啊 第四个叫礼节德 这个有礼节的德行啊 就是见到人就问候 见到人就笑咪咪 这个好 为什么叫做 有一句话说 漂亮不重要 更重要的是我们平常 人与人之间的缘 那个善缘要把它建立 如果有这个善缘的话呢 那么处处得人缘 有这个好缘的话呢 对他人生的 带人主事应对进退 在他人生的机会上中 就比别人好很多 所以呢 礼节德 最大的礼节是什么呢 最大的礼节就是 对天地的敬重啊 天地的敬重 所以我们今天修道以后呢 家家都有 上帝在随时与我们相伴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可以让我们 对天地恭敬的 敬畏之心的礼节 也能够做得出来 所以我们家里 如果没有佛堂的话呢 要打算啊 你如果家里没有佛堂的话 你家里面的人就不知轻重 家里面教育孩子 就不知天高地厚 为什么啊 因为家里面还有上帝在啊 对不对 虽然说父母亲 也许不是修得很好 但是说 你看在先佛的一面的话 我们也好好做人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家里面有一个主心谷 主心谷是什么 上帝 像主心谷上帝看不到有先佛 他就会孝圣法贤 所以佛堂重不重要 重要 还重要啊 只要家里面没有佛堂 我这个人都不是真修的人啊 真修的人他会知道说 他如何延续他的下一代嘛 他如何利天地的正位啊 他懂得利天地的标杆啊 这个家的标杆就是 人人都心中有上帝嘛 然后才认识到 找到自己的佛啊 如果这一点都没有的话呢 那我们人生呢 要如何做得很完美的话呢 还欠那么一点点 就是因为没有跟天地合在一起啦 人要跟天地合在一起 才得到天的助力嘛 才先得到佛祖的庇佑啦 当然啦 我们是不求的庇佑 我们没有去跟先佛贿落 我们是端正自己 把自己做好的 该有的福报都会有 让我们的德行就建立啦 好 所以呢 祖宗虽远 祭祀不可不成 不管我们的祖先在哪里 但是我们 当我们每天在招晚礼的时候 有没有拜自己的祖先 有 哎呦那是最大的孝子贤孙啊 你看这德行好不好 好德行啦 所以学到有个好处 找到根本啦 找到我们生命的根本的归 归根任务的地方呢 就是回到上帝的怀抱 找到生命的根本啊 就是我们有祖宗 我们历代的祖先呢 他们的经营 他们的努力 他们的积德 所以才有我们今天的福报啊 那要有这个的话呢 我们要想得通看得明白啊 所以我们自己要做到 平平游离人与人之间呢 关系要处得和谐 那才是人间天堂啊 所以呢 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 透过理的方式呢 可以把它表达的 恰比其分的话呢 那么可以增进 人之间的情感教育 这个也是积德的一种方式 第五个 谦让德 谦让德就是 让我们呢 在老前人的教育之下呢 老前人的空有真理就 空不空有不有 什么叫有不有 就是有 我很有 有什么 不管是有钱也好 有容貌也好 有本事也好 有能力也好 有才华也好 有什么 什么都有 但是不着色相 不留身影 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一个人有的时候 有把它表现有 那才叫做谦让 你不要没有 你跟他说没有 没有 你还要说我很谦让 那怎么谦让呢 比方说我本来就长得很丑 然后我就说 我就说我很谦虚啊 你看我都不那么 我也没有那么漂亮 你本来就不漂亮 你还讲什么 你本来就不漂亮 人家那个很漂亮 人家那个很漂亮的说 哎呀你长得真是 荣花似玉 你真是 啊这个什么 很多很好的心中 或是国色天象 人家这样跟你赞美的时候呢 你说 哎呀这个 一切都是自然的 照他感恩上帝 感恩我的父母 这个都不是我的功劳 人家听起来就还好一点 哎你长得真好 那当然啊 是谁生的啊 你听起来就不舒服啦 这叫做谦让的 这样的人跟他在一起以后 你会觉得你太高傲啦 我不喜欢跟他讲话 为什么 听他讲话不舒服啊 他那个高高在上的样子 人家只是怎么样 一去恭维的话 他想以为是真的那么漂亮啊 那当然啊 现在人是什么 富也好贵也好 你的地位这么高 没有啊 这个是未敏悟啦 这个是 地位很高 就是在社会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嘛 这个是什么 大家的支持啊 大家愿意来赞我 有这个贵大家夫妇的机会嘛 他说啊 这个地方没有 我有这样的见识吗 这条马路没有 我开得能够开成在那里去吗 你一听到他 以后我看到他 不想跟他讲话了 为什么 太骄傲了 没有谦让的德行 是不是让人讨厌 对 所以当我们受到证明的时候 哎呀 你是一个富的人也好 你是一个贵的人也好 你是一个贵的人也好 当我们在面临到别人的赞美的当下 就是考验我们有没有 全新的儿类 你说我明明就有 还要装作没有 不是装作没有 是你的内心里面 也存在着一个感恩之心 你能够把恩推于天 推于一切 一切的自然周边的因缘 而不是因为你的才华所致 如果是这样的话 周边的人跟我们在一起谈话 他会如沐春风 跟我们在一起 他会觉得跟你在一起 我们没有那个压力 因为他不会认为你狗障人士 你狗眼看能逼 你不会有这些不好的身影 他会生出来 所以这个谦虚德重不重要 不要 就是有而不有 当你有的时候 有能力有才华 那个字是谁写的啊 当然是我写的啊 还有谁能够写成这样呢 不然你听到以后 就觉得这个人 上次他能写几个字 当然怎么样 他也是糟粕啊 所以当我们人家 听到这样的话说 不敢讲我 还有说成长的空间啊 不好意思 见丑啦 不好意思 意思就是说 你谢谢你的赞美啊 这个时候让人家觉得说 里面有东西啊 你看我们还有很大的生命的空间啊 如果是高傲的话 人家马上就 那又怎么样啊 这是尚早吉 我爷爷咋起来的 还比你更好很多呢 他就会产生一种比较的心啊 所以你看我们一旦谦虚 有那个谦虚德行的时候 就是避免很多人要给我们 后面产生的副作用啊 好 所以啊 人前勿章谎 人后别德意 做人要低调 这个低调还比较长久 对吗 对 所以这个就是德行啊 所以我们今天呢 学到就是要积德 积累这个德行 那话在所有里面说 我们在西方国家呢 大家都是直来直往的 各位 在民族性当中 有很多优良的传统你不学 你去学那个当今当中 一些比较浮华的东西 固然我们不去评价什么 但更重要的是 你要保留很多优良的传统 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帮助的 好 第六个 虚心德 虚心呢 就是虚心 当我们能够 能够谦虚之后面的虚心 谦虚 他刚讲的谦虚是 我有 然后说没有 对不对 那虚心德是 我没有啦 那怎么办啊 空而不空啊 我没有没关系啊 当我没有的时候怎么办啊 我努力跟你学嘛 哎呀我们这个蒙火人 他会有什么技能 我们就说 那某老师你来帮教教我吧 我能力不足 请你给我多一点指导 如果你表现出 我什么都行的时候 师父看到这个土地也不想教他 所以这个虚心德指的是 虚心明白这个道理 那我们才能够充实我们不足的那个面 这个叫空而不空 本来我们是空的嘛 本来是不会嘛 本来就是没有嘛 我们不懂得经商之道 我们自己夸发奇感 啊不是怎么发财 还是人怎么样才会赚钱 结果弄了半天 你如果遇到一个真正懂得要教你的人 就是你讲 哦 我们都是静静的聆听啊 我们懂得静静的请教啊 懂得看人家学习的经验啊 这个时候就是虚心得啦 虚心得好不好 你去到你的单位 人家周边的人到处都会怎么样 觉得说你很可以教导 很可以牵你一把啊 可以拉把的人啊 很多人为什么不想拉把他 他什么都会呢 他什么都懂了 我还教什么呢 我讲一句他讲十句 那我还要教什么 不要教啦 虚心一点去请教人家的当下 就是一种德行 各位这个德行蛮重要的 我们如果能够空而不空 就会在其中得到受益啦 明白的人懂的人就会很 倾囊相授啦 这个时候我们自然受益啦 好 所以当然啦 道理很多可以说 那我们呢 第七个我们要修行呢 要注重到的就是尊重的 尊重别人 别把自己太当一回事 把别人的至尊放在第一位 尊重别人的感受 尊重别人的想法 尊重别人的决定 那为什么我们会尊重别人 因为你懂得敬畏之心啦 因为你有尊重之心的时候 你知道别人有他的角度 别人有他的背景 别人有他之前所积累的经验 所以当我们要 古神讲一句话他说 我们人很忌讳的就是好为人师啊 好为人师就是说我想做你的老师啊 如果人家叫我老师 仰仰得意啊 我是老师耶 我来教大家嘛 但是呢这个尊重者的意思是说 你要理解 一支草一点路 每一个人都有他存在的价值 有他的特产 天父一人每一个人都有他 他的彼腹在里头 所以当你要懂得尊重别人的时候呢 你知道不管他是有任何的缺陷的人 你也会尊重他 现在存在的他的生命的价值 这个当下的那个德行就是 你看中每一个人的灵性啦 也就是说我们尊重每一个众生的当下 就是你对众生最大的这个尊重呢 反过头来就是你的德行 所以我们呢不会眼高手低 我们不会呢这个眼睛呢很高的看不起别人 所以我们视天下的众生为自己的儿女 视天下所有的长者为我们的父母 他的原因里面就是懂得最大的尊重 他能够尊重人家 所以因为有了这个尊重 所以呢见到别人好的 他就会向人家学习 那么见到人家不好的 他回过出来就会想想自己 所以他要受到人家的尊重 必须要认清角色 这个自己角色的扮演 第八个是诚信者 人物性格不利 狡诈者 必然没有朋友 所以呢我们在人与人之间呢 我们要让别人呢 对我们的人格 产生最大的信任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所做的是 我们内心所存在的 学了到呢 就是找到自己的主人 自己的佛性做主 所以我们自己的佛性做主 这边讲的积德之方 德行为什么要积累 因为我们丢失了 我们本来有八德 孝涕中性理义廉词 这些都是我们以圣俱来的 孝涕中性理义廉词 本来都有的 但是现在呢 被这个社会环境 慢慢慢慢慢慢 给淡化掉了以后呢 我们回过头来 如何把人做好 因为有具体的人格 才能够成就无上的佛格啊 那要有无上的佛格 要成果之前先把人做好 所以现在 现在在社会道德低落的地方 不断在强调做人而已啦 但要强调做人 就是因为人做不好了嘛 所以更不要说想要去做天外天的事啦 所以我们现在 不管未来我们的成就 反眼前人与人之间 在口耳相传当中 我们给人家的定位是什么 我们给人家的评价是什么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能够成心和气 胜与调心关系 也就是不管说我们要去哪里修行啦 我们要去深山里面清静啦 我们要参长打住 干嘛的 这些都不重要 是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有没有搞好 我们如果人与人之间 看见的都是人 人与人处处呢 都是针锋相对 处处都是处处不容 那你说天堂到得了吗 到天上去可没有敌人啦 人者无敌啊 内在有人德的人 他是不会心中存在的任何一个敌人 结果我们是跟他不合 他来了我不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眼前体现的就是一个修罗场 眼前呈现的就是一个对立场 对立在生命的对立当中 他就是营养 就是生死就是死非 就是善恶就是对待 就是轮回之 种子就在里面啦 所以我们要真诚的 自诚的把内心的真诚 给流露出来啊 这就是儒家所说的自诚无习啊 好 第九个随和德 随和德就是大家好 各位前前大家好 你好 我好大家好 君子的德行呢 他是中庸之道 没有过于不及 所以大家都想这么样 我们是遵从大家的意思 但如果大家都是勿合之众 我们就信任了大家就是一群乌鸦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没有修行 没有更高的境界嘛 所以呢 我们的境界大家一起提升啊 更一个道场将来要成就的时候 是人人要成就 结果那半天我们没有人成就 为什么 因为带动者有问题 带动者不成就 后面是很难成就的 我所谓的很难成就是 因为这一群人当中 我们大家是共同的持赏在生长的 共同的成就在成长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呢 要从善如点 我们在这个善的领域当中 我们要积善成德 也就是说这个有善心 有善心它有善喜才成就善德 所以啊 德行的积累对我们生命当中 它是典力的功夫啊 第十个援助德 血中送汤 危难之中献真情 这个援助德是旧极不旧贫啊 贫是命造成的 我们自己要慢慢的多加努力 但是极的话 在这个极当中呢 古人说负责因多施舍 能够帮助别人 他们自己感到快乐 那么他自己感到快乐 他就是他获得的代价啦 但是如果他获得的快乐 因为他又不执着的话 就会转成功 在天地当中 他自信的功德 叫做无助向故事啊 无助向占助啊 所以他那个德行就是无为的啦 有为的也不错 因为人间需要这股力量 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 磁场跟氛围以后 大家相互堪染 这是一个善的磁场啦 第十一个叫宽恕德 宽恕德是 当我们发觉别人有故事的时候 我们能够雅量容忍 能够宽厚自己的德行 不要把别人持咎的犯 那当然啦 在兄弟姐妹之间 在父母儿女之间 在这个夫妻的生活当中 跟公司单位里面 人与人相处的机会太多啦 所以呢 当有人犯了过失以后呢 指责别人很小的过失 有大的过失要提醒 当然啦这个在于自觉啦 这个环境当中呢 大家如果学会人家 恶于谄媚奉承的话呢 他就会狡辩 有过错变成没有过错啦 但有过错就承认过错嘛 那当然我们不是去指责人家的过错 从犯错的人来讲 他希望得到人家的原谅 但更重要的是 他也没有认清错误的本质 很多人是叫做掩饰他的过失 掩饰了自己的过错的话 那就是在过失当中 镇压了他的罪恶 所以我们要宽恕 要俱变这种德行的话 就是有人犯了过失 我们知道以后呢 很安全 我们也就亲拿亲放的 原谅人家 就是不责任小过 不发人因斯 不念人就饿 不发人因斯就是别人他 做了那个 人家觉得很丢人 很没面的事情 你知道了 你也不去说他 因为你有凡所得 你有那个宽宏雅亮 包得住啦 不念人就饿 过去那个人是怎么样 人家都已经改过了 结果我们还在停留在抓那个所知 所知里面呢他还没有进化跟提升 那结果是自己的境界的问题嘛 第十二个是倾听德 这个倾听德蛮好的 自然的造化之妙 自巧所不能及叫倾听德 倾听别人的声音是很重要的 倾听你周边人 谈内心的世界想法是很重要的 我接触到的人真正聪明的人呢 他是话比较少 多听人家怎么说 我觉得他不是太聪明的人了 大部分的人是自己夸夸其他 一直说他所知道的 他一直说他知道 他就没有吸收到别人的长处了 所以我们以后 我们进展回来听好不好 好啊 你回来倾听 你得到很多好处啊 珍广见闻啊 学到呢 他是学很多无形的 增长你的生命的力量 让你的生命呢 充满了无限的生机 因为人有些时候 会有低谷的时候 人有受受遇到挫折的时候 但是你如何去面对 去如何去抵 能够抗 能够抗出这样的压力呢 很重要的一点是 你的能量在提升 当你倾听更多的知识面 更广的人 更有高度的人 更有前行的指导的人呢 这个他的一个生命的内含能量 被你吸收了以后呢 你会有无限的能量跟高度的 那么这个不断的积累 对我们来讲也太重要了 所以呢 多看多听少开口 会倾听的人呢 他会得到人家的心声 得到人家的长处 你自己会受益无穷 所以呢 倾听是最好的风味 也就是说呢 他当我认真的听你讲话的时候 我觉得你的话可以让我来听 我可以学到东西吗 那那个人就是受到最大的尊重 所以倾听德 我们可以去涵养 当然啦 最好的倾听德 就是回到道场 来聆听道场所安排的很多的道理 很多层面的道理 说天说地 说上说下 都会让我们在未来生命当中 得到的现实滋养 所以以上积德之方 有可得信任德方便德理解德 谦让德虚信德尊重德 诚信德 随和德 援助德 宽速德 倾听德 当然 这不只是这些而已 更重要的是 得到多助 得失寡助 得到 什么意思 当我们的德行做到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很多善的因缘 会产生在我们身边 当我们德行失去的时候呢 人家看到我们就看到什么 就看到鬼啊 是罪鬼 是穷鬼 是沙皇鬼 还是什么鬼 什么鬼都有 现在世间上什么鬼都有 所以啊 如何透过修行 在佛经里面说啊 可以证悟一切诸法实相 也就是说 看清事情 事实 人世间 一切的假相 以及心灵的真相 德行 具足 圆满 不偏不缺 所以 当我们能够做到 不偏不缺的那个当下 叫万德庄严 万德庄严菩萨 各位 万德庄严菩萨 在修德的过程当中 希望具足 万德是很多啦 更多的德行 让人家来称颂与赞扬 好吗 好 今天就跟大家讲解到这里 如果有不圆满的地方 恳请诸佛菩萨 慈悲 所以我们各位点凡事补充 谢谢大家的灵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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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